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字财TV 港股走势 告诉你 美股昨晚上升78点 今天带动行资方面高开107点 但高开价位是今天最高点 即是走势回远 直至10点之后再度回升 但今天来说比较缺乏方向 船日波幅238点 行资收市报21362点 上升17点 成家方面增加了 有480亿 今天的走势比较负面一点 因为上升方面再度跌出热升点 日经股市都是下跌的 后市变化如何 我们先看图表 今天的大市走势方面来说 虽然升了17点 但方向性不大 现在走势方面 一个内移的迹象 内移 内移方面的高低位是多少呢 例如这里 阻力位就是这个 阻力位就是这个 21522点 21522 支持位方面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21178点 21178 所以现在暂时走势方面来说 是一个内移 未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如果做漫漫来说 做期资朋友要留意一下 通常破位的 我们会持有期资 但问题 如果在这个现象 有横行的迹象 这个缺乏一个明显方向 正常地升破之后 往上突破 再去升 但现在你发觉是横行的 如果有五支横行现象来说 通常如果过夜的阶段 都要离场的了 无论和它再搏 先离场 后观望 再作一个部署 因为很多时做期资买卖来说 是作为一个短炒的 我们好像这里买货的 升高的 它再爆上 当然持货没问题 但有横行 即是有变数 通常要先离场 可能后去低一点 再买也行 或者它有动力 再升破这个顶位 再追买也行 通常做期资买卖来说 要灵活性些 你说现在外围方面走势 对港股会怎样呢 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外围方面看看这个状况 我们看看美股 美股方面来说 你见到近期方面 是破了新高 最高位做到15,589点 15589 所以现在来说 外围方面 美股其实是有利好的状况 对港股是正面的 你说其他呢 我们先看看日经指数 日经方面来说 近期的走势 都由底位上去 对了 有12,000点 回到这个状况 到接近15,000点 那这里呢 都比较正面的 那你说一个的 欧洲方面又如何呢 金融时报指数 都往上升着的 那这个法南克福股市呢 都往上走着 是特别一点 哪一个较弱一点呢 上证方面呢 表现呢 暂时不是那么好 所以外围方面呢 是带动香港这边的 在内地方面呢 就比较负面一点 所以这个来说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你说今天里面 有没有这些股票留意得到呢 有的 这只17,200 17,200 正通汽车 今天收市价是3.86 升到2毫一指 升幅有5.8% 成家方面呢 有5,100万 那这个股票来说呢 其实由之前的顶位 7个几跌下来 跌到3.37 有个所谓的底位 一个反弹 那现在来说呢 那个的平均线 加权平均线 是10天升过20天 有个底位 通常有个底位 有平均线升破呢 就比较正面一点的 突破机会会大一点的 那MACD方面又如何呢 MACD来说 现在是一个 红牛走势 主线是红的 树状图是牛的 红牛走势 那就是代表的走势 都是上升的 不过升幅来说 你说会不会是一个大升呢 去到之前的7个几呢 暂时看不到 但是升幅方面 是将来会有的 所以这个股票呢 去留意一下的 很快一个礼拜了 和大家回顾一下 一个礼拜的环球股市表现 港股、行指方面 周五收市 21,362点 一个礼拜上升了85点 升幅0.4% 美股方面 道指 周四收市 15,549点 头四天升了84点 升幅0.5% 上升方面 就不太好 周五收市 1,993点 一个礼拜下跌了47点 跌幅2.3% 日经方面 周五收市 14,590点 上升了84点 一个礼拜升了0.6% 今个礼拜 港股方面 比较缺乏方向 后市来说 要留意一下 一些突破的信号 下个星期五再见 拜拜